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 大小王朝七十余个 没有任何一个王朝的国号 向契丹族建立的大辽这般神秘 迄今为止 关于辽的解释仍无定论 金太祖玩牙鼓打 称辽为宾铁 陈述先生认为辽的含义 只带草原或沙漠 在冯永谦先生看来 辽即辽阔之意 学界的一般看法是 辽可能与辽水有关 据新的调查研究 辽与如今的辽宁 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 尤为特别的是 刘凤柱先生通过破解 译称绝学的契丹文字 发现辽朝使用的居然是双国号 契丹辽或辽契丹 在《大经国号之起源》 及其解释一书中 陈学林先生提到 辽国号的起源问题 指出大辽国号意味编帖 史料佐证出自大经开国皇帝 玩意阿古打的圣语 权势大辽名称之一的金太祖圣 于是这样说的 上约 辽以冰铁为号 去其兼也 冰铁虽间 中意变坏 为今不变不坏 也就是说 玩意阿古打之所以立国号为今 是为了克制以冰铁 自居的辽 冰铁再应 中不及今 在草原与帝国 四至十世纪 契丹辽王朝的形成一书中 马宋仁先生指出 最近的材料表明 辽这个名字 以一种词语的变形形式 进入到蒙古语词汇之中 岁演变为 罗卡 其意为铁 此处 用意表示铁的是辽 而不是契丹 关于他的解释 户续来自于阿古打的那条圣语 马宋仁表示 契丹族是起源于 希拉木伦河 与老哈河的一支游牧部族 而老哈河的和名本义 在蒙古语和满语中的意思 很可能是铁水 在历史上 很多游牧民族都习惯 以自己生存的地域或临近的河流 来命名本部落的名称 那么 为何老哈河意为铁水呢 是指河水的颜色如铁 还是预指 河流奔腾 若生铁般强横 姚语言学家为验证契丹族 与金达沃尔族之间的成绩关系 还特意查找契丹语中指带铁的单词 并与达沃尔族指带铁的单词相比较 从中寻找彼此间的对应关系 一说到辽 势必与辽的另一国号契丹挂钩 而破解契丹本意 则有助于解辽的真实含义 我国著名辽金史专家 陈树先生认为 契丹语词大概指的是草原或沙漠 契丹语名的汉语 过去的说法是辽以冰铁为号 以后演化为辽 金、元、三朝国号的对比 即金对铁、银对金 似乎三朝互替一物降一物 是接续王朝为克制前朝 而特意起的国号 这种说法看似顺利成章 但时间次序不对 陈树先生表示 如果说蒙元的国号实意为银 是针对金朝国号所起的 那么蒙元的国号起名时间 应该晚于金 但实际上 蒙元的名称却早于金 也就是说 辽、金、元、三朝、金对铁、银对金 生生相克的说法 是后人附会的 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辽乃至契丹的真实含义 究竟为何义呢 陈树先生通过考证 与契丹同根的西族 给予契丹族血缘极尽的 世卫族名称的来由 提供一个极有参考价值的历史信息 在陈树先生看来 契丹和西族 曹共同语言 也长期毗邻 过着同样的经济生活 认识了西、契丹的密切关系 还应当了解 契丹、西、世卫 在历史过程中 实际上是同一族的不同部分 隋书中说 世卫、契丹之类也 其男者为契丹 在北者为世卫 世卫、蒙语、达沃尔族 为之森林 那么 契丹义词的本意 是否与和森林相对应的草原沙漠有关呢 长期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 不少部落被称为森林中人 草原中人 契丹族长期生活在草原沙漠区域 过着游牧生活 契丹之义 互许真如陈树先生的推断 是生活在草原地带的人群 辽与辽宁有何历史远远 关于辽朝国号的内在含义 冯永谦先生认为是辽阔辽远之义 在辽带契丹官吏迎接宋史 往往不走直路而寻淤曲 目的是向宋史夸耀及疆域广大 那么 今天辽宁的辽字 要是何意 是否源自大辽之辽呢 关于辽宁之辽的含义 有两种解读 一说为天辽地宁 二说之辽和 若是前者 亦虽宽泛 却与冯永谦先生诠释的辽字含义 基本一致了 若是后者 同样与大辽之谓 神貌暗和 因为学界普遍认为 辽朝因辽水得名 犹如经朝 以暗出湖水为其国号 而暗出湖水的女真语 意思是金 刘浦江先生在辽朝国号考试中 曾指出 辽水是黄河 土河 河流后的名称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辽河 澳大利亚 麦克里大学康丹先生表示 七单语的辽单词 与蒙古语中表吉祥有福的 那个单词有关 这个蒙古语丹子在当时指代一条河 这条河在辽朝如何称呼 人们尚不知晓 丹子河最终是汇入西辽河的 指代这条河的丹子 与辽将是同一水系 在不同流段的契丹语名和汉语名 众所周知 契丹族源于西拉木轮河和老哈河流域 而这两条河恰是辽河的上远 两条河水河流形成西辽河 在金昌涂入辽后 沿途汇河太子河 浑河等水系一路南下 最开始由盈口入海 后在金盘山县六间房附近分流 形成一条双台子河 由盘山县注入辽东湾 简言之 一千多年前的季丹人 与今天的辽宁人 都是和辽河水长大的 这一方水土赐予了古今辽人 同样的身材体貌 也在他们的血脉中 注入了相似的气质基因 在今天的辽宁境内 残存的辽塔至少有几十个 被专家发现的辽省有上百座 被认为萧太后家庙的 宏伟凤国寺在辽宁义县 辽代的东京陪都在辽宁辽养 辽代北府宰相 萧义的家族墓地在法库叶茂台 陪葬四位大辽皇帝的 乾陵县陵在辽宁北镇 辽太祖耶律亚宝基 修筑的镇海口长城 在辽宁大连 有人说 辽代的主要都城 与皇陵在基内蒙古的巴林左旗 巴林右脊与宁城境内 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丰 辽地 这与今天的辽宁有何直接关联 要知道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赤丰归辽宁管辖 故去叫赵乌达蒙 1983年10月10号 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赵乌达蒙建制 建立赤丰市 若按这一历史远迈评判 萧太后的家庙 大辽国的三座都城 上百座投下君州 所有的皇陵都曾在辽宁境内 可见 冯华绝代的大辽国 与今天的辽宁 源源不前 在大辽218年的历史上 大契丹与大辽两个国号 是交替使用的 公元916年 阿宝基建立契丹国时 契丹仅仅控有塞北地区 故起国号为大契丹 938年 后进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 于是辽太宗为这心仪纳入的 版图创立一新的国号大辽 947年辽灭后进 辽太宗将进改为大辽 把大辽这块汉地的国号 扩展到中原 但太宗被归后 中原玄机易主 此后大辽国号仍只用于燕云汉地 与此同时 在长城以北的契丹本土 仍继续采用大契丹为国号 辽圣宗时 国号仍为大契丹 但到了辽道宗朝 公元1006年 覆改大契丹为大辽 不过辽史丝毫未记载 历次改国号之史 这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现象 在中国史书中 是绝无仅有的 清朝学者屡屡指责辽史太过疏漏 如前大西云 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 至圣宗统和远远 去辽号仍称大忌丹 道宗贤庸二年 复称大辽 辽史中皆莫而不输 冯家生先生认为 辽史的编算者 没有记载 历次国号的变更情况 也许是他们不想引起 不必要的混乱 问题是 统治政权定立国号 是一个非常庄重神圣的事件 乃是本身的政治文化标识 先是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而辽统治者却三番五次的更改国号 意于何为 当时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2002年2月 内蒙古自治区 巴林左旗 宝丽 汉土乡 出土了 汉字 萧星岩 穆志明和契丹大字 永宁郡公主 穆志明 燕京学报发表了 刘凤柱 唐彩兰的 辽 萧星岩穆志和 永宁郡公主 穆志考试 此文考试出 契丹大字中的 大中央 哈喇 契丹国等词语和词组 据刘凤柱考证 音译的哈喇 应意译为辽 1993年7月 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在 朝克图山之阳 出土了契丹大字 耶律奇 穆志明 契丹大字 耶律奇穆志明的 字概和字文 均以四个契丹字开始 其中第一个字 与第四个字 已被解读 是大与国之义 对这两字的解读 在契丹文学学界 已达成共识 以此推理 加在大与国之间的 两个契丹字 只能是国号名 辽代的国号 只有契丹和辽 两个称谓 而契丹大字中的 契丹译词 已经被破译 不是耶律奇 穆志明开头的 四字中间的两个字 那就是说 这两个神秘的 契丹字的意思 舍辽莫属 辽的契丹读音 是哈拉 哈拉契丹 就是辽契丹之意 刘凤柱先生还发现 在使用契丹大字的范围内 辽代实行 辽契丹国 或契丹辽国的双国号字 在汉字文献 称国号为契丹的时期 在契丹文字中 则称国号为契丹辽国 双国号中的契丹 至于辽之前 在汉字文献中 称国号为辽的时期 在契丹文字中 则称国号为辽契丹国 双国号中的辽 至于契丹之前 耶律奇穆志明 首次阐明辽代的双国号字 通过刘凤柱先生 对契丹文字的解读 破译了契丹族建国后 采取一国两号的政策体系 在一个王朝内采用 南北面观双轨制 以本族之志志契丹 以汉志代汉人 这是大辽王朝 在行政体制上的伟大创举 也是契丹族 逐渐融入中原文明后的 性目标志 而一国两号的发现 正是这一史实的不朽印证